要儲存的時候,它會跳出下列功能無法儲存,無聚集的活頁簿 請問要按4還是4呢? 特別至於,千萬不要按4 因為你按了4之後,你剛剛做的VBA程式全部都會消失 所以特別至於,一定按4 要不然的話,你在存檔的時候,請你用另存心檔 不要直接存檔 另存心檔的話,記得就是 或者是另存心檔 另存心檔的話,一樣存在同樣的位置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請你一定要選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因為如果你選擇原來的話,原來的活頁簿 它沒有辦法儲存VBA程式 所以如果你如果存第一個的話,回家打開VBA全部都會消失 而且完全找不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啟用聚集的活頁 儲存之後的話,它最大的變化是另外會存一個檔 那它的檔案的名稱一定會怎麼樣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不是這個,這個資料在這裡 它的那個檔案會稍微有不一樣 不過在這邊看起來好像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2003的版本 2013的,它這邊會有個驚嘆 另外這個原來檔案在這裡 所以這兩者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這個會多一個驚嘆 而且它副檔名是XLSM 這個是XLSXX 兩者不一樣,多一個M OK,好,那存檔記得注意一下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請各位一樣,再開啟152 那152的話,當然這邊題目我想邏輯很清楚 不過,假如按照剛剛的方式,你都要把它做出來 恐怕你還是要分成三個階段來做 那當然,我在雲端上有放 也許第一個階段,你要怎麼樣? 一樣是要切出長的位置 長的前刮鬍 長的後刮鬍 加1 這個是這個-這個 再-1 就會抓到這個 然後寬的話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寬你不能又從頭找 所以變成你要從什麼位置找 從它找到的這個位置,再往後 再加1 再往後面找 所以特別注意 長這個地方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比如插入函數 假如我們最近使用過 我剛剛用fine 那fine裡面的話,fine什麼? fine前刮鬍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如果你用前刮鬍 記得是用全形的 我記得它這個佔兩個byte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這個 我是用前導致圓 用新注音輸入 那它會自動幫我加前後雙尾套 然後在哪邊找 在這邊找 那star number第一次不用找 所以找到是2 那第二個的話 長2的話 就是找後刮鬍的位置 後刮鬍的位置 這邊改一下 我把公式貼上 然後前導致圓加後刮鬍 找到之後的話 是在第六個位置 那因為我分長寬 這個主要是分段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用什麼? 剛剛的me的函數 把這個的 這個是加1 這個的話 是把它的後刮鬍位置 減掉前刮鬍位置 再減掉1 所以125出來了 當然你也可以一次性的 全部做在這邊 其實邏輯是差不多 比較會有問題是這個 寬的部分 那寬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公式 拿來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一下 Ctrl V 但是會有哪些地方? 最重要的是這個 star number 這個star number 你不能又從頭看 又找到2 所以必須從什麼? 從前面這個的位置再加1 所以前面這個位置的話 那是什麼? 就是這裡面的公式 所以這裡面公式 你就把它這樣 就是 讓它找到什麼? fine 錢刮鬍的位置 特別說它是2 它又找到2 所以怎麼樣? 把它加1 它才會往後面找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 哪一個呢? 這個東西是從 這個裡面來的 有沒有? 然後把它加1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又從頭找 又從頭找 又找到同樣的位置 所以怎麼樣? 把第一個刮鬍的位置 加1 它又找到 找到之後 因為加了1就是3 從3開始找 從1 2 從這個字開始找 然後呢 找到這裡 第9個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方式 那當然 用fine函數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只能找 第一次 第二 第三次 可能多幾次你會發現 越來越長 那不是好方法 所以兩個以上的話 可能 但至少 如果說你要找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寬 這個應該是在這邊 再把它剪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這裡 那其他的話呢 像後刮鬍的第二個 就是也是一樣 所以拿一個來改 那最後切出來 那高1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拿 再放到這邊 這個start number裡面 所以基本上做完之後 恐怕會越來越長 第一次只有這樣子 第二次是把這個有沒有 放到這個後面 再把它加1 這個高的部分是 再把這個放到哪裡 放在它的這個後面 再加1 那如果還有第四個的話 一直往下 OK 當然如果說你要用別的方法 也還可以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正列 不過那個方法太複雜了 基本上這個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做 那待會的話當然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一個方法 叫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可不可以做出來 可以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 用那個資料剖析 如果說你要用資料剖析 直接剖出來的話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利用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呢 有一個固定寬度 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符號 沒有說固定的符號 我們有固定的寬度 那我要的資料是在哪裡 在這裡 到這裡 從這裡 再到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用點的有沒有 它這邊上面有個那個齒規有沒有 不過呢特別注意就是你點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那個穩定性 你不要看這個點 好 點得很小心 要很精確 下一步 然後這個不會錄 所以這邊的東西不會錄 這個要 這個不會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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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不會錄 我要的是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 其他都不會錄的 會錄到哪裡呢 目標儲存格 請你點選C2 按個完成 你會發現呢 確定 過來了 有沒有 其實沒做什麼事 好像這個會比較快一點點 對齁 那當然 你會希望說 老師剛剛做的動作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VBA的程式 按下去自動 可以啦 其實這邊有一個 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錄製劇集 你也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錄下來之後 變成一個按鈕 這個就是一個錄製劇集 的好方法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試看 第二個方法就是VBA裡面的那個 OK 所以選這個範圍 資料剖析 剖出來 那再利用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集 待會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延伸性的151 變成152 不過瓜糊變成三個 這就比較頭大了 一個就已經很頭痛了 現在有三個 那三個當然 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就變成說 你找 瓜糊就不能又從頭找 變成要往後面找 往後面找 然後 除了用剛剛的 fine函數加密的函數之外 其實可以用那個 開發 用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也做得出來 好 好 好